大家好 锈针椰子它的观赏价值非常的高 很多花油可能都会选择在室内来养护 但是我们在室内养护 有些花油可能会给它使用一些复合肥 那么长期使用复合肥的话 锈针椰子它就会出现土长 也就是枝条长得很长很长 但是叶片出现瘦瘦小小的就非常的难看了 所以在室内养护锈针椰子的话 不建议大家过度的给它使用一些复合肥 而是给它使用一些像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因为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它的营养元素非常的均衡非常的全面 而且它的有机质非常的多 还有微生物非常的丰富 那么在有机质还有微生物的作用下 土壤就会变得疏松透气 不会出现土壤板结 那么就不容易出现土长 而且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它也是没有任何的臭味 不容易招虫 所以非常适合在室内养护一些花卉来使用 如果说我们使用一些有机肥 或者是使用一些农家肥的话 可能会比较容易招虫 比较容易招野氏菌 如果说我们长期给它使用一些富饵肥 又会容易导致土壤产生板结 锈针椰子容易产生土长 就会非常的难看 所以说大家在室内养护锈针椰子 尽量的改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非常适合在室内使用 好了这就是在室内养护锈针椰子的一些简单施肥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